日前在竹北举办引起热烈回响的免费保肝检验又来咯 20号这个礼拜六上午8点将在鼠立竹东医院登场 最近卫生素的一个统计 十大病因死亡病因里面 因为肝病 肝癌 肝功能 猛爆性肝炎 去世的记录来讲 可以讲都是一年 一天里面有33位 一天要33位 每差不多将近44分钟 就有一个在台湾地区因为肝功能而去世的 现场邱靖淳也站出来呼吁民众 当天一定要踊跃参加 因为肝病年年都是国人十大死因之一 尤其慢性B型肝炎也是大竹东地区 最常见的肝病 预估待员者有一万多人 只要花三分钟挽起袖子抽血检验 就能知道自己健不健康 我们的差是一瓶五千公里一万公里 并且保养 可是现在这件事是人不记得了 所以从美国政府当中心 我们在台湾地区就记得了 市政院 去哪里 去哪里 对啊 赵新高点就高点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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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安医疗也是做的显传八千八人 香港安医疗也有广告 不是要独习 才开始做的 甘品仿制学术基金会 连续五年和超商合作 发起救救甘苦人的募款活动 将所得组成医疗团队 深入偏远地区提供筛检 就是希望号召民众一块来保肝 九千万徐昌宏 徐小华采访报道